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资金上岗 这个很典型的一个场景 我记得之前买货币基金吧 很多的货币基金起息时间是T加1日起息 然后他这个交易日是怎么算的呢 从这天下午的三点到第二天下午的三点 这算是一个交易日 我这么说可能大家还不太理解啊 我举个最典型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某一天 某一个周四的下午3点01分买入的话 周四都不算那个T 周五才算T 它是三点到三点嘛 对吧 周五才算T 那么T加1呢 周六周日又不是工作日 一加一就到周一去了 相当于周四下午买上的周五周六周日三天都不接利息 那你这么算下来就相当于百般损失了三天的利息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一些产品的目击期 尤其是一些说白了长周期的还好说 什么一年啊两年啊 那个我觉得有点目击期很正常啊 这个也比较OK 但是如果一些短期产品的目击期比较长就比较讨厌了 你比如说有一些三个月的产品目击期两周 你看这个产品貌似是一个4%啊 但你要算上这两周的这个目击期可能就3.5% 3.6% 就这个样子了 所以是这之前我记得聊那个银行理财和银行存款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事啊 就是银行理财的目击期一般稍长 银行存款的会短一些 所以你折算折算那个利率有的时候真的是 就那个大油存蛋真的是差不多 这个不展开了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叫资金站稿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手续费 很多朋友投资理财的时候根本不管手续费 最典型的是股票和基金 大家知道啊 这个股票和基金里有大量的这种手续费 你比如说什么这个佣金啊 印花税啊 过户费啊 认购费啊 申购费啊 赎费费啊 等等的 股票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些什么印花税 佣金 过户费啊 这些的 基金就是那个申购啊 认购啊 赎费啊 赎费啊 这些 大家要看清楚收费的规则 收费的利率啊 尤其是买基金的时候啊 股票啊 就不说了啊 反正我也不经意大家炒股 对吧 买基金的时候看到 看清楚基金的收费规则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是开始收 有的时候是结束收 有的时候是什么按持有时间收等等是不一样的 这个之前咱们专门讲过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聊这个事啊 那么这些地方如果不注意 有很多朋友喜欢高频操作呀 不注意这个这个选择收费的规则等等等等的 可能就会白白造成一些损失 尤其是在我们投资应该比较大的时候啊 那你想想 真的 如果大家细算啊 可能你一个收货就是两顿饭啊 基本上可以这么看 我比较喜欢吃啊 所以经常拿饭来举例子啊 所以这种类似的隐性损失 大家一定要注意 欢迎关注小思聊理财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搜索小思聊理财V 点击头像 进入主页就可以看到观众按钮 下次想看小思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就可以观看了 叙 ّ美芳馆 наст�档 都不壮买了 还有我联理财已经很球的好选例 这次提供的数损 Studies